节目开始之前提示一下 本期节目当中设计的一些关于性的描述 可能会引发你的生理性不适 请斟酌后再收听 如果你的身边有孩子 我建议你戴上耳机或者换个时间再听 另外这期节目在我们团队内部试听之后 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讲述人憨憨经历了很多痛苦 也制造了很多痛苦 她被裹挟在精神控制的恶性循环中 不断突破自己的底线 所以在播出之前 我还是想说一句 一切都已经发生 或许对于憨憨来说 道德评判和建议都不及简单的倾听 更能治愈她 你好 欢迎收听故事爱饭们 我是爱哲 一个收集故事的人 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 讲述你的故事 每周一三五 咱们不见不散 可以叫我憨憨 九九年出生 在我平凡普通的人生中 谈了一场很不寻常的恋爱 就是这段恋爱 让我在这十年中 不断地坠入深渊 成为了我的噩梦 憨憨提到的这位初恋 叫做A 憨憨和A两家住得非常近 从很小的年纪就互相认识 上学的时候也总能在公交车上相遇 后来上了初中 憨憨和A成了同班同学 在憨憨看来 A喜欢看书写作 是一个温柔忧郁的男生 在情窦初开的年纪 这样一个男孩足以承载很多浪漫的期待 她本来有点像张国荣的那种脸型 比较流畅这种双眼皮 她初中的时候呢 是留着那种长长的头发 秋冬的时候就会穿一件皮衣 红紫色的皮衣 这还也是那种比较忧郁的那种性格 你就会发现 她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的时候 就看起来非常有故事 然后就慢慢熟悉 是到了高中 是隔壁班 就比较清净 每天就一起回家 她就写一些小说呀 诗歌呀这些 然后会难给我看 就是在放学的路上呀 或者是见面的时候 这一次其中考试结束了以后呢 我记得她在楼下等我 挺感动的 因为她当时是家里有事 几天没有来上学 我们又没有约好 考完是一起走 可能本来就有这个想法 然后在这个时机把它表达出来 就撕了个纸片写给她的 就从那一刻开始 我们在一起的 那个时候我16岁 一开始的时候 她会非常尊重我 晚上第一节自习下课 和第二节自习下课 中间有一个大课间 大概20分钟吧 然后就会下去 转一圈三三步这种 大概谈恋爱一两个月 她就会问 可以拥抱一下吗 我同意的时候 然后就抱了一下 就非常快 然后后面的话 就会去一些公园 因为我们回家的路上 会路过一个 就肯定会有一些拥抱呀 结婚养成学 然后就是让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是那时公园下过雨以后 当时人非常的少 就抱着抱着 她就会拿起我的手 然后就会 就会 就会放上去这样 我当时是被吓到了 因为没有任何准备 我就说不出来话 后来就会哄你 这是正常的 这样的话 我会很难受 就是我来教你 就这些 让我不难受 之后 她就拿着我的手 就帮她 然后就感觉 她这个人 好像是变了 我当时心里是非常害怕的 就像你在洞口往下看 不知道下面是什么 害怕进一步会发生什么 就是有个阴影在融道着你 就是未知感 对未知的恐惧 我担心的事情 后来真的发生了 就坠入了深渊里 一次又一次 高尔会考结束的时候 我在河边 当时我记得 还有游泳的人 他就非常想要 发泄出来 他会按着你的头 抓住头发 让他考 事后他会告诉你 他多爱你 他多爱你 他会写一些诗 就会说他当时的感受 他说他的心情像 什么四月的天气 回家的路上 脚印走过的地方 都生出了花板 几乎每天晚上 都会有这种诗 就是过程中 虽然你是非常不好的 但是你看到 那些文字的时候 原来他感觉这么好 可能是我接受不了 可能是我认识的 一个误区 这可能是正常的 可能别人也是 这可能是正常的 是我自己的认知有问题 这样的想法 由A传递给憨憨 再由憨憨不断地 自我强化 渗透的过程 听起来简单明了 可实际发生的时候 他有太多隐形的外衣 另一时候 A会专门找一些 关于恋爱 甚至性爱的文本 让憨憨念给他听 一方面 这满足了A的欲望 另一方面 A就像是在用一种 静脉注射的方式 把他对性的认知和需求 一点一点地 推进了憨憨的身体里 然后等待着他们 慢慢流进血液 慢慢释放 一次没有底线 就会更多次都没有底线 就慢慢往后移 不断往后移 大概17岁高二的时候 在一个拆迁拆路一半的房子里 大概是一个六楼的房子 我们去了最顶层 没有任何家居 可能会有几块木板 分针特别地脏 一秒都不想多待 他就那一次 我们吵架吵得很凶 他约约我到那个地方 我就有这种感觉 可能会因此发生什么 当时吵架是因为 他送了一个手表 我当时把他弄丢了 他是先要抱着你 他说是非常不想离开你的 但是呢 你每一次 如果都不把我 送你的东西 非常重视的话 也没有什么 弹下去的必要 然后 他说你爱我 你就证明给我看 现在想可能就是 抓住了这次机会 他说那句话以后 我就要走 他就抢我书包 让我留在这陪陪他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说话 一直摸不出声 他就开始 就是为那些做准备 把衣服脱下来 然后扑到地上 本来他就是说 你就坐着 我就看看你 抱抱你就好了 然后他就会 哄你 嗯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呀 本来你今天就要补偿我的呀 我当时就想走 但是我又是 不想和他分开 嗯 如果 做了这件事情 能让他 不是朝着要分手呀 这种 然后我就会 沉默 沉默在他那边 看的是一种默许 最终就发生了关系 当时感觉 脑壳都特别痛 就好想让他停下来 然后 就很想赶快逃走 那一次 是我们大概有了 第一次新行为之后呢 他是 想试试不一样的刺激 然后他就 和之前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过程中 他就会骑上去 你就 反抗不了 就是和动物一样 简直就是不能 称之为人类 当时我是跪在地上 一秒钟都不想忍受 不想继续 甚至指甲都抠到泥土中 后面我就放弃 做一些反抗 也是没有用的 总之 我低着头的时候 就发现旁边有一坨石 我就感觉到 我的生活已经非常黑暗 回不到以前 那个时候 他是 就不像一个人 是那种很有兽心的 他会说 如果是体外的话 就不会怀孕 对 后来是没有怀孕 但是我生病了 我生病也不只是这件事情 他在高三的时候 会买一些东西 让他觉得很刺激的东西 然后那些东西 也没有经过消毒 就中间我们 如果做的话 可能会有疼痛 就非常的疼 我得按着小腹 然后我就跟他说疼 他说 可能是正常呀 可能是太年轻了呀 当时也没有跟父母说 因为我已经 有一种预感 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 那些地方从来就没有疼过 然后那段时间 就会躲着他 避免跟他去一些公园的一些地方 然后 就是为什么没有去医院呢 因为高中的时候 大概就是学校家里 父母会接到校门口 送到校门口 星期六七天也是学习 然后到了大学 我第一次去医院的时候 我以为这是男尾炎 我就挂了一个什么内科的号 然后医生说 这不归他管 他就说你去妇科 我就去了妇科 再不来看 就会怀不上孩子 然后我就听说非常害怕 他在当时医生 就给我开了药 洗的药 吃的药 涂抹的药 都有 然后我回寝室的时候 发现我的柜子里 就有一袋袋的苹果 我就觉得我 我身体里面 可能也跟那一袋袋的苹果一样 在外面看不出来 可能身体就慢慢冷淡了 当时是大概春节的假期 快要过完的时候 我在房间里 就感觉到非常痛苦 身体上的疼 还有心理上 不能跟别人说 即使跟他说 他也不会理解你 这种痛苦 就在一起 就有一天 实在是很不舒服了 我就给我妈看了一张 闭套单子 我妈一开始也非常惊讶 然后她就非常愤怒 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 不告诉她 她知道有她这个男朋友 她就说 你们是不是发生了关系 她都不知道我在高中的时候 做过的那些事情 她就带我去一家 找她认识的一个医生 当时那个医生 就让我留在那儿书业 然后我妈妈就 你就还都不说 她就等着你陪着你书业呀 然后我回去的路上 我妈妈就 她当时开着车 她把车停在那边 她又闪到我一巴掌 就说 你怎么会这么严重 你这身的是什么病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 你告诉妈妈妈妈 不怪你 她闪了我一巴掌以后 她也感觉到很痛苦 她又这么跟我说 我就 躲开车门 我就跑了 根本不敢面对她 做了那些事情 我也说不出口 她就给我发了很多微信消息 她就说 你们做的一些事情 你要减少发生的次数 你如果真的发生了 你要注意哪些哪些 她就会 把微信发自干净 我当时看到了 就对她非常愧疚 在她面前一直低着头 我不敢看她 但是我知道她是想 她是想 她是想为我好 从高中到大学的这几年 发生了很多事 憨憨和A都有很大的变化 尽管在一起的时候 A一直坚持 憨憨的病和自己没有关系 她说是憨憨自己身体差 不注意卫生 但A依然是憨憨痛苦难受的时候 唯一能倾诉的对象 后来A去了一所封闭管理的大学 憨憨只能独自一个人 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不过A所在的学校也会放寒假 也几乎只有在这个时候 憨憨才能和A见上一面 本以为时间能让A变得更有责任心 更有道德感 能让这次的久别重逢是温暖的 确实A是变了 可她变得更陌生 也更疯狂 因为她也有假期 就会有寒假 寒假也会回老家 大概是大三的寒假 还是大二的寒假 当时A的心理 我感觉到是有变态的行为的 而且A周围的人也是那种情况 他们的行为是非常无耻 没有底线的 当时是我和A在一起 我们两个见面的时候 她手机收到那个视频 A周围的人去约一个高中的女生 把那个女生的 帮她口的视频 拔给了A的手机上 当时我还看到了那段视频 震惊 因为那个四段视频 我可以感觉到 那个女生是完全不知情的 可能在A和她的那些 圈子里的人看来 这些都再正常不过的 但是在我看来 就把女性就不当做人来尊重 完全是雾化 我看到的那个视频 就看不下去 我仿佛就看到我自己 觉得那个女孩子 就是高中的时候的我 我就吹卫生机人狂吐 感到非常恶心 因为是异地 她一年也只能回来一次 那一次她寒假 去了学校以后 我们就不咬天 话也越来越少 后面她就给我的一个 很好的朋友打视频 就是有一个星期 我问她 为什么你在盲线中 她说她在和别人同话 我说是不是女生 她说是的 后面我就想找我朋友 倾诉一下的时候 发现我朋友也在痛话中 大概就懂了 她就跟我坦白地说 一直以来都有联系 还和她之前暧昧的对象 之前的女同学 都是各种没有下线的 非常无耻的聊天 她说她没有肉体出轨 就可以了 她只是去满足一下 嘴上聊天的刺激 她希望我可以理解她 然后我就 分手 她后来她还甚至 发了她的动态 说是和平分手 就不能理解 挺不能理解的 她甚至和我爸爸说 她和我分手 是想让我在大学里找个男朋友 然后能照顾我 让我过得更好 特别无耻 从高一谈到大三分手 当时我的状态就非常非常的不好 我甚至在有一天晚上把自己剪成了光头 就不想带着任何和她有关的东西一点点 哪怕是一点点走进我以后的生活 就是头发也不行 然后就把它可能剪了一点觉得轻松了 再剪一点又觉得轻松了 越剪越觉得我可能会从深渊里出来 我可能是一个不一样的新的自己 我要摆脱这个阴影 摆脱她 直到我变成了光头 第二天我妈妈看到了 直到我可能受到了委屈 就说 你有什么事情跟爸爸妈妈讲 你要都说出来呀 不要这么对自己 没有说 什么都没有说 我如果说了 我爸妈肯定会处于保护我的角度 去找他父母呀 或者找他呀怎么样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什么都没有说 你就害怕 不敢说 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绕分手的时候 他就说过 但你以后就找一个 什么都不知道的老师 只有这样他才会要你 否则的话呢 谁都接受不了你这种过气的 这些想法 我就一直憋着不说 居使父母我也不说 即便已经分手 憨恨恨也活在A的阴影里 他把过往的痛苦深深藏在心里 害怕任何一个人知道 可就是这样的痛苦 让憨恨连正常生活也不能进行 他每天拉着窗帘 在房间里发呆 整夜整夜的失眠 就在这个时候 憨恨恨遇到了另一个男生 B 我又有个朋友说 你要想不这么难受 就尝试进入一个新的感情 不管你喜不喜欢 这是你从以前的阴影 你摆脱出来 这最好办法 后面就遇到那个B 他就是比较成熟 穿的也比较沉稳 会穿那种衬衫 然后喜欢穿增高的一些鞋子 然后他可能知道你挺难受的 就会关心你呀这些 我当时还在一个辅导机构当老师 他就会去接你 然后我当时想走出去 好 我就答应了 然后在一起 然后我们俩就无时无刻不在一起 就会冲打那些 A的那些阴影 我想这个办法还是有用 虽然我心里会愧疚 可能不是因为喜欢在一起 但是这个方法真的是行之有效 然后呢 我就会平常对他好 因为他家庭条件也不是特别好 我看冬天的时候 他就穿假衣 然后我就给他买羽绒服 也挺贵的那种羽绒服 当时我们俩是一人一套 就是拿出我能够付出的对他好 他当时会带着我学一些找工作要用的考试 就感觉我生活走出了正轨 我能很早地入睡 不再是像那个夏天一样 就是和A分手的那个夏天 整夜睡不着 精神恍惚 那个时间 状态就变好 然后发生的关系 也是顺利成章吧 就觉得自己要补偿他一点 毕竟是因为一个非常自私的原因 和他在一起的 这种方式可能会消除那个A所有的印记 当时发生关系的时候 我一直在流眼泪 就是和过去那么多年 彻彻底底地断了 可能是一个新的生活 直到那个A又来找我 憨憨好不容易要开始的新生活 突然终止了 先是憨憨无意间发现 B私下有一些 对女性非常冒犯的言论和行为 本来发病疼痛的时候 憨憨就只敢一个人扛着 从不会告诉B 那发现B的另一面之后 憨憨更害怕了 和A不断践踏底线的伤害不同 憨憨觉得自己和B之间的这种 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不安全感 更让人无力 更让人害怕 就在内心最迷茫无助的时候 憨憨接到了A的电话 我们分手是在4月份 5月份之后 11月份他给我打电话 A找到我 就诉说他那些苦水 他就多想我 多怀念以前的时光 觉得我有多好 这些 因为我对那个B是非常失望的 然后他说得非常可怜 我就说 那就跟你谈谈心 就把那些事情抖开了 说 他就表现出非常理解你 以前那些事情都是我的错 我非常后悔我之前做过的事情 反正你们现在也不好 那你就重新回来 我想要补偿你啊 你给我一个补偿的方式 不然我也会很痛苦 他当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就给我送东西 我拿到快递的时候 那个盒子包装的就非常夸张 那些维多尼亚的秘密 就是印在盒子上 会有很多的标 打开一看 果然就是内衣 颜色就非常的亮 就不是你正常穿的那种 他不是想着让你舒服 他不是想着该怎么补偿你 可能我又会回去 回到那个很深很黑的 那个洞里 憨憨决定赌一把 虽然A的言行不一致 虽然他可能不是真心认错 但相比之下 憨憨还是对B 更加怀疑和不信任 在憨憨的老家 对于女性的审视和压抑 是很强烈的 甚至有男性 会在婚前去查女房的开房记录 憨憨很害怕 他无法想象 要如何把自己的过往 讲给未来的伴侣听 他也无法想象 主动地坦白 会不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掀起更大的波澜 渐渐地 这种长久的隐瞒和压抑 让憨憨觉得 藏着掖着的恐怖 比明明白白的恐怖 更折磨人 不过回过头来看 再去判断好坏对错 已经没有意义 总之 憨憨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我最终做的选择是和他和好 然后我穿了他寄的那衣 给他拍了视频 他说这样他就会冲淡我和别人 在一起过这个试试 然后有了第一次给他拍视频 就有无数次给他拍视频 当时那种关系是非常畸形的 如果必知道这个事情的话 对他也是非常严重的伤害 我自己也经历过伤害 为什么要把伤害压在他身上 就是用一个错误 去解决另一个错误 当然这不是我做的最错的 我后面还做了一些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的事情 当时那个A 说他要找一些更刺激的 要想得到更多 让我和B做的时候 给他拍个视频 就以此做一个交易 他就以后再也不会提到B这个人 即使是再生气 都不会翻出这个事情来 他说要我满足他这一次 他对这方面的需求 是非常的旺盛的 他是很久很久没有回家 他大概两年没有回家 也没有出来过 和我分手了以后呢 就没有人去看他 他又非常的想要做那种事情 他看到我的视频 他说肯定是比看那些A片要好的 他说这种经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他如果有了这种经历 他会非常满足 我完全全看到 A是被欲望包裹着的 他的全部就是欲望 就是信 但是我怕我以后遇到的可能都会是B那样的人 表面上戴着眼镜 非常正人君子 其实他可能是个道貌岸然 那还不如和一个知道的 完全了解他这个人的A 不如和他符合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以后我可能遇到新的人 他不了解我的过往 也不理解我 这种时候 我能信赖的 可能就只有A 就会想要和他复合 所以我决定 给他拍我和B的视频 当时我把手机架在那边拍的时候 B一开始也疑惑 我就说 想你的时候我就会要看一看 然后B虽然疑惑 但是 当时我非常想拍摄那个视频的 我就非常主动 然后B也很惊奇 他也非常热情会议 总之拍了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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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视频 就是当时传给A的时候 大概传了整整一夜 当然那一夜我也是没有睡 我就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可怕 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施暴者 就是变成了和A一样的人 我太了解A了 他应该是成瘾 他应该是越来越想有型的突破 我希望我以后去探望他 去看他 去照顾他 关心他 毕竟他在里面也出不来 他可能也是这种境遇 他扫住了这种心理 我可能会感化他 然后我希望我和他能好起来 能走向正轨 就像我们刚谈恋爱 高于16岁的时候 那种感觉 但是A没有如约不再提起B 反而视频激发了他更扭曲的欲望 这种欲望远远超出憨含的预想 他没能感化A 也没能带他走出泥潭 反而自己又一次深深陷了进去 觉得当时他非常迫切 想要见到我 他后来跟我说 他一直以为他拥有的 谈了大概五六年的女孩子 突然和别的男人出现在视频里 他是接受不了的 他甚至非常的吃醋 但是同时他也非常的真诚地说出了 他感觉很刺激 他说这种机会不是人人都有的 他就会有一种特别失控的情绪 他想要迫切见到我 当时虽然我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 找工作的面试之前 但我还是瞒着家里面 就坐飞机飞到他所在的城市 大概三月份 飞了大概两次 月头一次月尾一次 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还发生了关系 还是就没有带任何安全措施 他说 他想寻求一种新的刺激 来冲淡之前的他那些 对我的一些回忆啊这种 然后我就想 反正都已经来了 都已经到这一步了 能发生的都发生吧 但 大家也不要回到 回到那种状态了 我就同意 我吃药 他还开玩笑地说 如果不吃药也可以啊 不吃药 你都可以生个孩子 然后他父母也会很高兴啊 他父母给他的教育就是 因为他父母也是很早生的他 不到二十岁生的他 就让他早一点 交过女孩子生个孩子 他就是这种教育 我就还要吃了 那是月头吃的药 面试之前 游行去我又就见了他 我可能要第二次吃药了 我就想一个月不能再吃两次 如果一个月吃两次的话 会不会以后再也怀不上孩子 紧急病药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然后我又心存侥幸 那次就没有吃药 然后四月吃药的时候 我就退出来怀孕了 我当时非常想把这个孩子 扭下来 即使是我一个人照顾 我不想就是让他死去 不想把他救在一个 特别黑的地方 我就问他 要有个孩子要不要 他就非常坚决 不要不可能 你想都不要想 就是你牛了下来 他也会让他父母 堵在我家门口 跟我爸妈说 捉着我去把孩子拿掉 他说他父母问他 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让我小心 我考虑了很久 还是去医院 因为月份比较小 就是药牛 药物牛餐 那个过程是非常快的 我第一反应 就从来没有那么疼过 从小到大 都没有那么深刻的疼 可能那个 小宝宝 他能比我更疼呀 我也没有什么 超委屈的 既然是我 把他带了过来的 我就要承受这些 因为药牛 你就可以自己看到 就有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血 非常血系 当时看着我又想 只有这样 我才会记住这个 记住这个小生命 这样才能刻骨铭心 我也非常恨 他说 我们俩又没有复合 你是在和我约炮 你去和我别人 约炮怀孕的 最要女生 自己负责 这些都是你情我愿的 没有谁要对谁负责 这次之后 我特别想找 我特别想去 他们学校闹 我特别想让他 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是大概休息了几天 我又去了一次 然后当时 情也没有怎么恢复 直到晚上 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我就整个 就坐在他们宿舍的楼下 我就说 你下来给我一个说法 要不然我们今晚上就闹吧 就闹到学校里面去 虽然哄我很多很多 说你不要闹 我以后怎么补偿你都好 就是不下来 他还说 你要把我搞臭了 我家里人是不会放过你的 不会放过你父母的 我当时 居然又心软 就没有去闹他 被流产的孩子 没有成为这段关系的终点 今年夏天 A毕业了 他决定去一个 非常偏远的地方工作 在去之前 A又一次以孩子的名义 找到了憨憨 他就再一次 飞回我们老家 找我见面要谈一谈 他说他 现在知道我当时的委屈 他也非常后悔 非常自责那些事情 他说他深刻地反省过了 他说他去高原 他想要在那里去 纪念我们的孩子 就为他写一些东西 去纪念他 他说他家里父母 都不愿意他去高原 对身体不好 他就是抱着我 就说安慰我 为我娘生 然后 我们又发生了关系 当时我非常的痛苦 他也很多次都失败 就是完全不是那种状态 我就感觉我整个人 都不接受他 不光是我心里不接受他 我身体也是拒绝他 完全抵触他 然后他在家里 大概待了一天就走了 大概就十月份吧 他说他已经做好了 一辈子不回去的准备 说了很多 我当时也在一个新的城市 在这儿也没有什么朋友 我就 每天跟他聊天 这些 没有复合 只是聊天 有一天晚上 他喝了很多很多 给我打视频 让我看篝火 跟他打视频 他在厕所 他把他的顺制器官 录出来 让我看 然后他还说 他想的都是我 我就非常恶心 范薇 我就说 你有没有一点羞耻心 你还能不能做一个人 他说 那些视频居然还在 不管他手机 查得有多严 他都不肯把那个 他有各种方法 把那个视频留下来 当时我就想 这是我的隐私 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 你就把它删了 要不然我就 采取法律途径 但是我又查了一下 好像他没有传播 我也拿他没有办法 他甚至还把那个视频 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他甚至还配上了音乐 让我看 他说这是他学习剪辑的成果 他就以此来羞辱我 这是让他的 足以让他激动的 足以让他产生快感的 我当时是非常的愤怒 我骂他的时候 他很兴奋 他自己都预置不住 发出那种很禽兽的那种声音 没有任何掩饰 没有人性的约束 后面我也没有删他 我又一直放在那里 他又有一次 就给我发了视频 当时视频中 他应该是 走路的歪歪流流 就是在骑士里面 断含乱浆的那种视频 然后他就给我打视频 他说让他看看我 他说他现在能体会到我的感受了 我们大概聊了一两个小时 他又让我搓衣服 我就把他电话挂了 然后他立马就把我给删了 被删了以后 我们再也没有练习了 憨憨独自一个人承担着所有的痛苦 他不敢求助 不敢表达 这种被动 或许是憨憨心里最深的一层 也是最后的一层防御机制 在这种被动中 憨憨自己最终就像消失了一样 每当我们问起憨憨的感受的时候 他的答案永远是 我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B 对不起孩子 却从来没有他自己 甚至在和A最后的这次视频中 也是A主动拉黑 删除了憨憨 而且回想起和A在一起的这么多年 憨憨仍然会试图去理解A 他觉得可能是环境 可能是A的父母 也可能是自己 让A越来越风魔 越来越不像一个人 高中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一些不一样 他可能看过非常多的书 一些书中都是 出上了那种新的自由 比如说 王小波的一些书 里面是非常 两个人非常享受 非常喜欢 并且那些书里面的语言 都非常的让人看得非常愉悦的 我也知道他非常早熟 他也非常想去体验这些东西 当时的时候 他还是不考虑我的感受 就是这些 后来到了大学 被压抑 没有假期 再加上他周围一些 其他地方的人的影响 就是比A还要极端 还要不尊重旅行 还要泛滥的一个 可以说是 难教吧 反正私生活 就特别的 不堪 就是你能想象 他会受到怎么样的影响 我为他找了这些理解 我去给他找这些借口 能让我 感觉我能快一点走出来 能让我不那么难受 不是他完完全全 这个处身 不是他完完全全不在乎我 而是他有原因 我们认识了十年 谈恋爱了五六年 因为我早年 也是挺不容易 挺痛苦的 虽然有过快乐的时候 但是呢 更多的在我父母看到的是痛苦 而且老师也会羞辱你 比如说学到盲 这节课的时候 他讲的是 一个女生被男生抛弃了 盲之痴痴抱不貌似 这个片课文的时候 他会让你站起来 让你去翻译全文 我就站着 我那场最深的是 质子于归 也是一家 就是有这样的 女孩子娶回家呀 对我这个家庭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 16岁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 憧憬过这个画面 这是我反反复复念过的一句 我的父母亲感情不是很好 包括家庭 都是真理破碎 但是我想 有一个非常安宁的生活 很想有一个家 当时 神有岁的时候 就想和他有一个家 后来连孩子都没有的时候呢 看到这句话就是 都是血 这句话都是血 播出这期节目前 我们很犹豫 因为这个故事阴暗压抑 甚至可能引发创伤 但最终 我们还是决定不出 因为憨憨说 讲出这段故事的初衷 是希望自己能直面过往 当他能面对这段黑暗 把它暴露在阳光下 A就无法再以此为要挟 控制伤害他了 而这只是憨憨走出来的第一步 如果你是能够提供心理 或者是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 如果你愿意帮助憨憨 欢迎联系我们 我们希望能为憨憨提供一点点支持 希望憨憨可以早日拥抱新生活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资数的声音节目故事FM 我是主白哲 本期节目由林峰制作 声音设计彭寒 实习生蔡孟杰 严静文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我感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